我们也是有年纪大了嘛 要过那个老人家 我们在川普的时候比较低嘛 我们一定要玩一样玩 你看我现在也有在那个了 牢牢照顾的情况 在台东金峰乡不是特例 这里是排湾族及卢凯族的部落 年轻人多半外移工作 只剩高龄长者 向公所因而向慈祭寻求辅具协助 我们公所只是一个受理平台 所以受过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案件之后 我们都还要转到台东县政府 然后经过审核 然后这样的一个流程 大概花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如果像经证的急迫需要的话 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一些立即的效益 此季送来40张电动医疗床 也逐户先为有需要的民众豆腐安装教学 高龄89岁的季奶奶 看到这份大礼心里好欢喜 有希望啊那你不要 她喜欢 又喜欢 有喜欢吗那不好 她喜欢 把我放尿布啊 它要下来就比较方便 环保府具送进天乡部落 不仅减轻照护负担 也提升患者生活品质 达爱新闻之下美志工 台东报导